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就让我带大家看看东京充满魅力的各种面貌吧 这次我们来到位于东京中心点 JR中央线和地下铁远之内线的交叉点四谷 车站前的四谷建库是江湖时代是甲州街道的要点 被视为国保的迎宾馆和上至大学等的教育机构都齐集在这里 而大街这边更是一条有很多大型建筑物的大道 这次为我们介绍四谷的嘉宾就是在这间店铺里面 啊 见到她了 就是这里的老板娘奈美小姐 我们的店主要是提供日式料理的 而且全部都是由我亲手来煮 很有家庭料理的感觉 为了用新鲜的鱼来做烹调 所以我每天早上六点都会去捉地采购食材的 你有没有在哪里学过煮啊? 嗯嗯 我没有跟人学过煮的 自己钻研 啊 自己钻研 食材都是用最好的那些啊? 没错 只要食材好的话 食物就会很美味的了 无论如何 我都觉得食材是非常之重要 内美小姐以前是个艺技 看看 真是很漂亮啊 首先要说 由新宿通旁边的窄巷进去的 就是四谷方木亭 这里曾经是个繁盛的红灯区 由明治到超和时代 这里聚集了很多气派高尚 而且厨师手艺一流的店铺 当时这里还有超过250名艺技 除了新桥和赤板之外 也有不少精通花街柳巷的客人 会选择来方木亭的 我的老家 一直都是经营艺技馆的 直至超和33年为止 都是在群马高旗那边 经营艺技馆的 所以我从小到大 都是给艺技馆姐姐包围成长的 艺技馆是我爸爸打理的 不过后来生意失败就倒闭了 内美小姐自小就开始学技艺 她来到东京之后 就在四谷方木亭做艺技 内美就是她当时所用的艺名 在大学毕业生的起身点 还在19000日元的年代 她已经可以赚35000日元 内美小姐就是在这里 开始她的艺技生涯 这里以前是一间高级传统 日本料理餐厅来 是这一大数一数二的名店 总之商业界、政界 还有很多建筑业界 和保险业界的客人都会来这里 我自17岁开始 就是这间店的专属艺技 一直在这里做到32岁为止 这间店可以坐下120人 在这一带就只有这间店 可以坐下这么多人 只有这里才可以举办宴会 而且店里面的大厅还有舞台 我以前就在那个舞台上 再歌再舞 以前这间店的入口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位置 这张是内美小姐 以前在店铺门口拍的照 她真的很漂亮 当时应该很受欢迎的 年轻的时候 当然很香 每个人都是这么年轻 都不能说是很受欢迎 只不过都不错 都算是挺顺利 说到我 我是专门负责跳舞的 而且是负责演绎男人的角色 当时给人的感觉 应该是个挺有气色的大姐 现在也是一样 哪是呢 我现在已经是个老太婆了 不过我仍然很努力地工作 内美小姐伴随着四谷方木亭一起变迁 我们现在就跟着内美小姐 再走多一次这个 留有烟花巷行迹的方木亭 她突然走进一条狹窄的小巷里面 以前这边是餐厅 内美小姐不停地向前走 到底前面有什么呢 对了 就是这里了 这里叫新道通 我刚才也提过 以前这条街 有很多艺术馆 一间接一间的 艺术工作的地方都叫艺术馆 现在已经变成了公园的这个地方 是以前红灯区的一个重要场所 这里以前是艺术管理所 艺术管理所是负责艺术注册的机构 就像现在的经纪公司一样 茶屋会联络 艺术管理所说 什么先生想在六点钟里 然后艺术管理所就会再联络艺术管理所 那现在就当然已经没有了 不过这里还是保留着以前的样子 这里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石板路 大家都说 这些是以前的电车路用的石梨 是用那些石铺成的石板路 新宿通直至1960年代 都有路面电车行驶 当时电车路的石 被用来铺石板路 从而保存下来 以前这里全部都是餐厅 现在已经成为了住宅区 来美小姐很怀念以前的方木亭 其实方木亭的历史真的很悠久 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 1683年 在美龙高衰凡 崇平涉津的镇地 就是以方木亭一带为据点 在这三千平方米的广阔用地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拆枝池 这个拆枝池的其中一小部分 至今仍然保留着 就是这里 以前这里有一条高四米的瀑布 以前这里有一条高四米的瀑布 瀑布的水是由那里上面流下来的 那当然啦 现在已经没有瀑布了 这个在明治时代开放的池塘周围 是个有很多人聚集的观光热点 之后这里就成为了红灯区 是这样啊 到了明治52年的时候 红灯区没有了 然后茶屋和藝技馆都没有了 之后这些小店都变成了公寓 又或者是商店 然后再慢慢变成了现在这个面貌 最有趣的是 这条街上有一间雪糕店 和一间室内装修的店铺 这里有三百多间店铺 但是除了这两间 其他的全部都是食市 好像这样的地方 在第二里真的很少见的 所以说到吃的 我们这里可以说是包罗万有 不会找不到食物 大家都不妨来这里走走 保保你绝对不会失望的 接着要为大家介绍四谷的人气甜品 新宿通这里有一间炸甜薯专门店 叫四谷十三里屋 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这款 用安立番薯做的炸甜薯 安立番薯是种子倒产的番薯 它的特征是味道很甜 将番薯炸到熟透之后 这样番薯就会变得又甜又湿润 在炸好的番薯上面 只要淋上和三盆蜜 就会变成又甜又美味的炸甜薯 接着这间是西式甜品店 店名发文的意思是甜美的生活 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 曾经在比赛中得奖的这种蛋糕 它是一款结合了牛奶巧克力和橙的甜品 我在里面加了金曼仪 它是一种用橙制的烈酒 将这东西加入去里面 我们真的相当注重材料的质素 好像巧克力等的材料 我们都一样会用到最好的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製造甜品的时候 将爱包含到甜品当中 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也是一样 包含爱 娟龙娟娜游东京 今集有人气小菜馆的老板娘 来美小姐带我们游览四谷 接着我们会去哪里呢 接着我打算带大家去参拜阿岩 是… 就是那个四谷怪谈中的阿岩 没错,讲起四谷 不可以不提东海道四谷怪谈 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这里就是供奉阿岩的 令家庭再次兴旺起来 那些人相信她是因为信奉于岩道河填公神社 而得到神明保佑 因为这间神社保佑生意兴隆 所以来美小姐经常都会来参拜 来美小姐和这里的神职人员已经有二十五年多的交情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间神社并不是那种会做很多宣传 又或者是很高调的 举办祭典的神社 来我们神社参拜的 是因为崇尚阿岩的美德 希望像阿岩那样 重建家庭 又或者是祈求夫妇和睦的人 总之我们是一间比较低调的神社 是 是 说得对 不会这么高调的 你都知道了 是 真是很低调的 《四谷怪谈》是作家鶴屋南北 是江户后期发表的创作礼 1825年 在四十多年之后 就是幕府末棋 幕府末棋 明治维生的时候 1868年就是明治维生 所以说这个作品应该是想 目的是改革一下集乱的社会 改革一下集乱的社会 当时很集乱的 我认为作者的目的 是想警醒世人 不要做一些会招来作咒 或者是会遭到懲罚的事 原来是这样 这些绝对不做得 我是这样认为 听说住屋那边 有个由江户时代保存到现在的水井 我们拜托律岩先生带我们看看 值得一提的是 我可以来 可以吗 好,我看到了 可以 好,这里的水 小心点拍摄 千万不要掉下去 这里的水任何时候都是滚的 真的很厉害 看到,一直滚的 水面有波纹,对吗 是呀,没错 好厉害 有点可怕 对了,这个井 和怪谈完全没有关系吗 什么呀,当然不是 在怪谈里面 有提过 其实也有提过这个水井 有提过 没有提过吗 有提过的 四谷怪谈有提过这个水井 是呀,有提过的 不过真的和怪谈没关系 是呀 怪谈只是虚构的故事 这个水井到现在 还是会用作 生活用水的用途 相信阿岩 一定是为了勇敢 勤奋又言为的女士来 那接着我们又会去哪里呢 其实四谷这里有三十多间神社和寺庙 听说是因为要兴建江户城的户城河 将神社和寺庙迁移到这里 所以这里就多了很多神社和寺庙 奈美小姐现在走进去的 就是日年宗寺院内的戒行寺 这里有池波正太郎的时代小说 鬼平凡科帐里面 著名的长谷村屏葬纪念碑 长谷村屏葬是江户时代末期 负责打击暴力罪行的 纵火盗舌调查员 那些恶人都称它为魔鬼屏葬 还很怕它 我很喜欢鬼平凡科帐这个作品 吉尤惠门先生、幸四郎先生 还有吉尤惠门先生的爸爸 吉尤惠门先生是最棒的 我很喜欢他 我是他忠实粉丝 接着我们来到 四谷三丁木十字路口的地标 四谷消防署 他竟然是来找署长的 四谷荒木亭商店街 一直承蒙你的关照 不要这么说 彼此彼此 今天有些问题 很想问署长你的 是 请多指教 请坐 好 我们就问一下署长 对四谷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觉 在管轄范围里面 是 我们的街坊都很好人 他们各个都非常合作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 这里也很少发生灾害 哦 我们还达成了连续五千日灾害死亡人数零的记录 零啊 是啊 那真是好 我们在预防灾害方面 是 都会格外流失的 是 这里是个很好的社区 而且我们都会进行训练 防止火灾带来的严重损害 就是这样 或者是地震引致的损毁 是 因为这里的街道比较窄 是 厨长他还突许我们 看一下消防员的训练情况 大家好 我们近距离观察消防员的训练情形 消防员为了保护居民的性命财产 每天都很努力地进行训练的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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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他们进行救出被困在二楼的人的练习 真是很厉害 那个其实挺重的 很重 我们会把梯移出一点 然后从空位掉下来 由空位掉下来 原来是这样 在火灾现场 之后在紧急关头 才会用这种方法 真是很厉害 这些年轻的消防员的动作 的确是很快 真是好 效率这么高 我就安心了 这些居民也可以放心 在背后默默地守护着这个地区 真是个专业的团队 原来四谷消防处这里 还附设了消防博物馆 这里除了展出 以前用过的消防车和救护车之外 还有消防历史的介绍 这里总共有五千多件展品 其中有千多件是可攻长期展览的 是 这边是江湖时代的立体透视模型 这个模型以一比三十的大小 重建了江湖时代中期的街道面貌 好生动 每个人的模型神态都好生动 最快到达火灾现场 应用的市内灭火队 看着这个模型 真的可以感受到 他们有多厉害 这里还有文洛形式影像说明 真的很多东西看 内美小姐 还试着 绣着江湖灭火队标志的外衣 很有型 但是她是内美小姐 真的很有型 这边是专为小朋友而设的角落 希望可以引起他们对消防员的兴趣 将来长大后 会想做个消防员 是 没错 这里是个可以亲子同乐的角落 对孩子来说是个梦想 没错 可以踏上那些东西上 是 谢谢 欣赏过馆内的各个展览之后 我们去看看博物馆 最受欢迎的东西 来吧 是 你可以试一下 坐在直升机架行员的座位 好 我也想试一下座 是 这里竟然还展出 实际使用过的消防直升机 好 太厉害了 两位小姐立刻就坐进驾驶座 行了 好 太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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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感觉像是像机师一样 参观过这个老少咸宜的消防博物馆之后 南美小姐也都感到很满足 接着要介绍四谷的连节活动 每年三月 有《亲亲四谷制》 到时会有跳组市场 还会有四谷消防署协办的 中年糕和现代巴雷草裙舞的表演等等活动 每年都会吸引很多人来参与 每年10月会有最喜欢四谷祭 祭典22个当地商店协会为中心 举办日本乐器演奏和肚皮舞等等的表演 活动一个只不过 还会在新宿汤举行巡游 四谷的街道都会染上祭典色彩 四谷方木亭的前艺技 小赛馆的老板娘奈美小姐 为什么这么积极在电视等的媒体上亮相呢 我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 认识到方木亭这个地方 我觉得照我还在 方木亭昔日的痕迹都会还在 由艺技转做经营小店的人 大概就只有我一个 因为艺技通常都做不到这种 要挨腹的小生意 艺技的世界非常华丽 说实话是个十字不尖羊春水的行业 我很爽快地放弃了那些东西 放弃了跳舞 投身了这个行业 因为方木亭这里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我希望可以将以前 遗留下来的痕迹好好保存下去 只不过 如果我不在这里之后 可能就没有人可以将这些 承传下去 所以我希望可以 健健康康地 继续守护这里 天色漸暗 各店铺的灯都开始亮起了 方木亭展现出 和日头不一样的面貌 四谷方木亭 果然是个属于夜晚的城市 来美小姐的店铺也开始热闹 就是这样了 全街走行的小新的 平重新太郎先生 和公本千爱小姐 他们令到店铺里的气氛很热闹 是…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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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真人更帅 对, 真不错 来美小姐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以性格来说 老板娘真的是一个快人快语的人 很率直、很真诚 总之很好人 谢谢 这家店对来美小姐来说又是怎么样呢 這間店舖就是我的生命 我把畢生的心思都花在這裡 這間店舖就是我的全部來的了 沒有花沒有假 我是在明治六十八年開這間店舖的 所以我已經經營了三十五年 四谷這個地方就是我的生命 四谷這裡 散發著淡淡的花街流行風情 今天我們依然聽到來美小姐的歌聲 好聽, 坐得很好, 真的很好聽